用纳米胶就能做出好玩的玩具捏捏 我之前就没成功过 就不信这个鞋了 第一步先剪个底盖 它咬人哈 第二步我换了厚一点的纳米胶 至少两毫米厚的 因为我发现 之前失败有50%的可能 是我买的纳米胶太薄了 不好接头就换个思路 把那层用塑料纸先贴上 可以防止反复被咬 外层塑料纸撕掉 底盖剪几道 然后依次贴到圆柱上 再撕掉那层塑料膜 就一块听话的液态玻璃填进去 放一只小蜜蜂 继续填满 这样蜜蜂就被封印起来睡大觉了 可以不用去打工了 贴上顶盖 用同样的方法剪几道口 然后依次贴好 彻底撕掉塑料纸 抹一点甘油防粘 底部也死掉 大功告成 怎么说呢 有点像我小时候穿的水晶拖孩 不够圆 还挺防滑 都滚不快 好在手感不错 可以随便捏 变形后也会缓慢回弹成圆形 自信终于被掰回来了一点 有机会我要再试一次水球 拜拜